15号 美国一百多家企业的CEO 联名正信美国参众两院两党领袖 呼吁国会两院两党尽快就竞争法案达成妥协 通过立法送交总统签署 公开信中写道 国会悬而未决的竞争法案 对美国经济 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韧性至关重要 包括投资对我们整个经济极其重要的关键领域 像是半导体等 公开信更指出 世界其他地区不会等待美国采取行动 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 正在对他们的产业 他们的工员和他们的经济进行投资 国会必须采取行动 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多家半导体大厂领袖参与了这项联署 包括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美光总裁暨执行长梅罗特拉 和超维半导体执行长苏兹峰等 三星 辉达和高通等半导体大厂高层也参与联署 值得注意的是 参与这份公开信的企业来自多个领域 包括航态 国防 软体 通讯 消费性电子产品 电商 电机 汽车 运输 金融和医疗等 像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 和全球第二大国防公司雷神技术公司 另外还有Alphabet 微软 IBM 亚马逊 戴尔 Volvo 黑纸集团等 新唐人亚太电视持千里张其林 综合报道